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的第十二章 民数记的第十二章比较短 总共有十六节 里面是讲亚伦和米利安 毁谤神的仆人摩西 米利安受罚 长大麻风 我们将这一章分成三个段落 一到三节 提到的是姐姐和哥哥 二人毁谤摩西 因为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为妻 四到十节是第二段 讲到耶和华神对这件事情的回应 十一到十六节是第三段 讲到在米利安受罚得大麻风之后 摩西为姐姐代求 今天我们所选用的要节是十二章的第三节 圣经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 胜过世上的众人 在圣经中这一章的经文是比较短的 总共有十六节 那开头呢 那开头呢 是在表现摩西的哥哥和姐姐 因着摩西婚姻的事情来毁谤他 来非议他 表面上是对他婚姻上的一个评论 但实则上是亚伦所代表的祭司权柄和米利安所代表的先知权柄 合起来妒忌并挑战摩西的领导地位 一般说来这才是这一章背后所隐藏的深一层的这个问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小段 在这一段当中 我们首先要问的一个问题是 这里面所讲的古时的女子是谁 关于他呢 有一些讨论 但是现今呢 最主要的观点 主要是分成两个方面 第一个观点呢 就是 在七十字译本的希腊文的译本当中 明确的 把 这里面所讲的古时女子 就翻译成 古时人 是埃塞俄比亚人 因为 古时是埃塞俄比亚 这个 北非国家的 古老的称呼 第二个方面呢 那就建议呢 这里面的古时 是 圣经另外的地方 像哈巴古书第三章七节 里面提到的那个地方叫古山 古山这个地方呢 就不是埃塞俄比亚 它是 可能紧挨着 米甸人所住的旷野 而大家知道 在摩西 逃离埃及 躲避法老的时候 他所去的地方 就是米甸的旷野 所以摩西非常熟悉 古山这个地方 如果这个地方是古山 而不是古时 那么呢 这里面所讲的 这个古时的女子呢 就应该是古山的女子 也就是西伯拉本人 这也就表明 摩西 一生当中的婚姻 他的妻子 他的妻子西伯拉 一直不被 他的哥哥亚伦 和姐姐米利安 所接受 尤其是米利安 可能根本上 就无法与西伯拉相容 但是一般说来呢 还是赞同 第一种观点的人比较多 大家还是倾向于 不把这个地方 称为古山 或者理解为古山 而是把它理解为 是北非的埃塞俄比亚 那么这里面所讲 既然是古时人 是埃塞俄比亚人 那么就意味着 此时 摩西的妻子西伯拉 已经离开世界 已经死了 所以摩西呢 就另外娶了古时的女子 可以在他年老的时候 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亚伦和米利安呢 可能就为这个缘故呢 来攻击毁谤摩西 那么这里 刚才我们说了 是藏着 深深的反权柄的危险 所以神非常的不喜悦 因为在神而言 神是借着 亚伦和米利安 来说话的 但是呢 在摩西的身上 他说他起着 一般人不能起到的作用 那么因此 摩西的地位 不可能被挑战 因为 在神的吸引当中 他乃是神和人之间 立于约的中宝 亚伦和米利安呢 在潜意识当中 试图将自己放在和摩西 同等的地位上 那么这是神不同意的 在神而言 亚伦和米利安 包括其他的人 都不能和摩西同等 那么就这前一章的情况 实际上 七十位长老 被记载他们受感受话 在十一章的第二十五节 可能就是 长老们受感说话的这件事 明显的让两个人呢 受到了刺激 因为那两 那七十来位长老的灵 是从摩西分刺而来的 虽然 讲了预言 受感说话以后 没有再讲话了 但是这七十来个人 以后啊 必定全然的服从于摩西 这也就 使得二人呢 可能会 些微的 或者隐隐约约的 感觉到他们的地位和权柄 会受到一些挑战 那么因此呢 他们在说话当中呢 会有一些酸醋的味道 有嫉妒的味道 十二章的第三节呢 向来是引发 讨论最多的一节圣经 圣经上是对摩西 为人的评价 提到他 他的为人是极其的谦和 胜过世上的众人 由于是从第三人称 这样的评价摩西 而 整个的摩西五经 又是摩西所写 所以读圣经的人 分成两派观点 开明的人 自由的人 就认为这一节肯定 是后来在历史上 对圣经进行编辑 整理的人 所加上的 他们 在 在观察 摩西对自己的哥哥和姐姐 对自己毁谤的事上 他的反应 观察的人呢 就对摩西加以 比较高度的评价 那么如果这样一说来 就认为这节圣经呢 不是摩西自己本人所写 而是加进来的 但是保守的人认为 摩西在神的面前 就是这样的顺服 所以到了关键的时刻 神就给了他一个美好的评价 并且就命令他 把这评价写下来 他也就照着做了 如果真是这样 大家不要以为 这是容易办到的 因为我们看到 有些谦卑的人 若记录下来 神对自己评价的不好 很容易记录 若神对自己有些夸赞 谦卑的人 很难记录 因为一记录 就表明自己不够谦卑了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你认为呢 你怎么选择呢 我们说 如果这节圣经 真是摩西所写 而且我们宁愿 如此相信 那我们就可以肯定 他是无比的顺服于神 而且在这件事上 你也可以看得出 摩西向着神 绝对的忠诚 面对自己的哥哥 和姐姐的诽谤 他不抗争 也不争辩 而且还在姐姐 受罚长大王丰之后 为姐姐 窃窃的代求 摩西的 谦和 圣经当中提到 谦和这个字 被认为呢 是一种 可以被深度信赖的态度 可以参考 诗篇25篇第9节 37篇第11节 这是特指 摩西在压力之下的 更宽容 和更坚韧的 这样的特质 我们说这种特质是卓越的 正因为摩西有着卓越的特质 就显出 他是神 特选的领袖 而这种特质 在今天 狠狠多多 基督教内的领袖身上 都很难看得到 四到十节 我们看到神 介入到人的问题当中来了 圣经上说 神将三个人叫出来 当摩西 亚伦 米利安 来到会幕 立在神的面前 神就在云彩中降临 神 又把米利安 和亚伦 叫出来 然后向他们说话 神对他们说话 非常的严厉 神首先形容了 作为一般的先知 从神面前得启示的途径 他就提到说 神会在异象 还有梦中 向他们 来显现和说话 所以当神这么说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 像米利安 你就是神 所面对的 一般的先知 神就借着 对先知们最普遍的 那种启示的方式 像米利安 这种先知呢 来讲话 但相对而言 对摩西来讲 却不是这样的 神首先提到 他乃是在神的家中 在全家中 尽忠的 这句话的含义 背后的意思是指 神全然的信赖 摩西 而且神与他是面对面讲话 而不是借着异象和异梦 所以这是指 神跟摩西之间 乃是 灵力交通 是没有任何的主隔 摩西 与亚伯拉罕一样 乃是与神 为密友的 不用明说 也不用谜语 那么还有呢 这里提到说 摩西必见 神的形象 相对而言呢 长老曾经 见过神的荣耀 像出埃及记的 第24章第10节 那么呢 百姓是从未见到过 生命纪四章 十二十五节 但是摩西 乃是在神的荣耀中 常常与神相交 这里特别要引起 我们注意的是 神对摩西的称呼 是提到说 我的仆人 而且出现了两次 一般 有这样的看法 那就是 当神 从他的口中 对摩西称呼 我的仆人的时候 我的仆人在旧约圣经当中 是一种特别的表达 是神专门保留给 自己喜悦的仆人们的称呼 他不随便这么称呼的 比如说旧约当中的摩西 大卫 西西加 还有以赛亚书当中的弥赛亚 也就是预言当中的基督 那么这些人呢 都得到了神 美好的称呼 神称他们为 自己的仆人 所以我们在今天 可以这样说 我们自己在服侍神的时候 我们可以 非常谦卑 非常自信的 称我们自己是神的仆人 和使女 但是我们要借着圣经 就该明白一件事 我们自称是神的仆人 使女 是一件事 神从他的角度 称我们是他的仆人 或使女 是另外一件事 那么 十一到十二节 这里面告诉我们 当云彩上升挪开 那么神的 神就愤怒的离开了 亚伦和米利安 圣经特别用了一个字眼 叫做 不料 米利安 长了大麻风 所谓的不料 是为了提示 人们要注意 下面发生的细节 那么米利安 当长了大麻风 圣经上说 亚伦就赶紧来求摩西 有人在问 为什么亚伦和米利安 同样的来毁谤 他们的弟弟 可是亚伦呢 却未受惩治 这里面 一般我们从圣经的角度 可以这么样来看 那就是 因着他是神 尊荣的大祭司 所以神为了保持 大祭司 神权的纯洁性 圣洁性 就没有像 严惩米利安那样 严惩亚伦 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呢 是亚伦 很迅速的就在神面前悔改 十三节到十四节呢 提到摩西 为姐姐 切切的恳求 在摩西 为姐姐 切切恳求这件事上 我们又一次的看见 摩西 为神和人之间中宝的风范 他从来不计较 人的过错 人的过犯 而是当人一有需要 他就历时的来到主的 施恩宝座前 向神来恳求 而神 尤其喜欢 摩西这方面的 带求者 带导者的特质 神答应了摩西的祈求 但是神答复说 他必须啊 这个他是指着米利安 必须在营外 要待七天 那么由于米利安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所以以色列人为了等待米利安 就七天 没有在旷野当中行进 一直在等着 在驻扎着 为什么神这样的严格呢 因为按照神的话 米利安的过失已经大到 父亲突兔摩 在女儿的脸上的地步了 表示 米利安的行为 应该啊 在公众面前被公开的鄙视 并且公开的加以谴责 所以他需要连续七天 在众人面前蒙羞 所以像利未记二十五章第九节 就提到类似的光景 所以可见呢 在亚伦和米利安 毁谤摩西的事上 米利安乃是要承担主要的责任的 有人解释的好 由于米利安向来在妇女当中 在赞美时 神的事上是做首领的 所以呢 在这一次 当他毁谤神的仆人摩西的时候 他也是首领 因此呢 他既然有负面的消极的表现 他就需要在众人面前被神严惩 并且神也借着这个 要成为多人的见解 让他们知道 神的仆人是不可以被毁谤的 在民书记的第十二章当中啊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得到 其中蕴藏着非常深刻又丰富的属灵教训 也就是说 毁谤一位无辜的神的仆人的代价 是很重的 这个仆人没有过错 可是人们却无辜的来毁谤他 那么神就让人呢 来承受极重的代价 有的人分析的很有意思 米利安和亚伦两个人 尤其是以米利安为主导 当他在毁谤摩西的古时妻子的时候 那么是有着当时的文化方面的 这样的基础和原因的 因为在旧约圣经当中 古时人因着黑色的皮肤 而遭受到人的轻视 甚至在你读先知书 耶利米书十三章二十三节的时候 耶利米先知都曾经用 古时人岂能改变自己的皮肤呢 豹子岂能改变自己的斑点呢 来形容以色列百姓 无法改变他们自身的恶行的这个事实 那么在这个地方 摩西所遭受的毁谤啊 是不公正的 人没有理由 因着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 就毁谤他 甚至妒忌他领导的权柄 于是呢 神就为他伸冤 这里面特别有意思的是 你不是反感轻视 摩西 因为他娶了一个皮肤很深 颜色很黑的妻子吗 那神呢 就让你变得像血一样白 然而呢 这里的白 却不是美 也不是圣洁 跟我们在赞美诗当中所唱的 恳求神赐下圣洁 洁白超乎血的生命 这样的歌词的说法 不是一个意思 这里的白 不是圣洁 不是洁净 反而是不洁净 反而是属灵的污秽 因为大家知道 大麻风这种病症 大麻风乃是表明罪 和罪的污染 以及罪的扩散的 大麻风在圣经当中 被认为是最严重的一种病 所以弟兄姐妹 人实在要要记得 不要悄悄的偷偷的 在人的背后 或者人前 毁谤神所拣选的 大卫在古代的时候 他对君王扫罗的态度 就值得我们好好地学习 在扫罗追杀大卫的 十几年的光景中 大卫一直躲避着 一直逃亡着 他不用言语来毁谤 也不用行为来 伤害 耶和华神的受告者扫罗 所以大卫 值得我们学习 而摩西 对待自己的哥哥 和姐姐的这个态度 谦和的态度 不计较的态度 也值得我们来学习 但是弟兄姐妹 在此也 也可以看得到 毁谤者 因着他们 所发出的毁谤 就承受了 沉重的代价 那弟兄姐妹在这里 我们尤其 要在第十二章中 特别看到一个重点 那就是摩西亚 他超凡的生命 品格和表现 他不为自己 做丝毫的解释 也不为自己伸冤 由于他默默的 承受着压力 于是神 就为他伸冤 就为他伸变了 神就为他巩固 摩西身上的领导地位 因为神深深的 知道每一个人 他知道摩西 是在神的家中 尽忠的 那么弟兄姐妹 尽忠者 虽然遭受到轻看 误解 攻击和毁谤 但若是神 悦纳我们的摆上 神知道我们尽忠的 心和尽忠的行为 我们就不怕 我们从所承受的 虽苦又干 虽修又荣 那么在本章中 摩西娶外邦古时的女子为妻 这件事 在解经上 还有更深一层的涵意 我们知道古时人 乃是韩的后代 是陕 韩 雅福 韩的后代 所以呢 古时的女子 虽然没有留下 她的名字 但是她乃是 外邦人 得救的预表 所以呢 当我们今天看到她 我们看到神 为摩西生变 为摩西生冤 那么这个古时的女子 也自然的 就受到保护 她就在神的怜悯 和慈爱当中 有份 所以我们在这个古时女子的身上 都已经看到了 我们的身影 在此 摩西就预表耶稣基督 古时的女子 乃是表明今天 得救的我们 所以 我们在这短短的一章当中 看到了不少的 重要的启示 和真理不赦 所以每天这样的读经 这是无比美好的经验 让我们彼此激发 互相鼓励 把圣经读下去 读得更美 读得更喜乐 读得更享受 爱你们 读得更美 读得更美